规模庞大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是国家十二上建设之一 它坐落在台中市第四期重化区内 馆前路一号总占地有三公群多 第一期工程花费有四亿六千多万元 新建完成的太空剧场科学中心和行政中心 在今天上午由教育部长李焕主持 并邀请立法委员吴延环主持监裁 台中市长张子元主持奇要 在各界来宾的祝贺生中揭幕了 教育部长李焕在开幕典礼中致此说 我们希望由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成立 能够提升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 而且能够对于我们隔级的教育机构 能够有很多的帮助 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最大特色是整个展示中心 就是一栋坨的科学教室 它让观众从实际的操作里领略各种科学原理 我们看教育部长李焕和立法委员吴延环都学习的不亦乐乎 另外像鸭子实际成型与孵化的过程 更让所有前往参观的民众 在感动中明了了生命的真谛 也难怪今天下午一对外开放就吸引了大批的民众